洞區醫院一個80歲新冠肺炎女病人死亡 患者有長期病患 早前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去年11月底出現咳嗽、發燒 確診後送入洞區醫院隔離病房 情況持續惡化 上月1日轉入深切治療部留醫 延至昨晚9時多離世 疫情以來累計164人死亡